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俗话说气血不足百病生 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都是气血出了问题而导致的 小到平时的头晕感冒,大到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等等 那么怎么去判断自己的气血足不足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自测的小方法 以及补气活血的养生妙招 一个人的气血是否充足,其实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四个现象说明你的气血不足,快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 第一个是面色晦暗,发白发黄,皮肤粗糙,甚至脸上有斑点 第二个,头发长得慢,掉发,堪枯,开叉,发黄 眉毛稀短,细,淡,而且呢,枯,脱 第三,眼白的颜色是浑浊发黄的,经常有血丝 第四,手指指不扁平,指甲上没有半月形,或者是只有大拇指上有半月形 此外,气血不足的人经常感觉无精打采,乏力,还有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心烦心慌,失眠,贫血等等表现 如果以上你一条都没中,恭喜你,说明你气血旺盛,身体潜贱 如果有以上的表现,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 今天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个补气血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每天只需要冲出几分钟的时间,胜过你去吃一大堆的补药 第一个是,我们胸前有一血,补气 气虚的人平时会觉得说话是有气无力的,稍微动一下浑身出汗 还时常有呼吸短促,四肢乏力,头晕这些问题,一换季必然感冒 我们常说这种人是身体虚弱的,其实呢,虚就虚在了气上 我们人体就有一个气的开关,它叫做弹中穴 那么它的位置在我们身体前侧正中线上,第四类间隙的水平位置上 它也是位于韧脉上的弹中穴的位置 弹中穴是人体中气汇集之所,是八汇穴中的气汇,也被称为是上气海 刺激弹中穴就相当于是打开了身体的一个气的法口 让全身之气长空无阻 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按一按弹中穴,深深气 有助于缓解这种不良情绪 那当你觉得爹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一按它 大家怎么做呢? 首先找到弹中穴的位置 两指头连线的中间点,也就是第四类间隙水平位置上,就是弹中穴 用你的拇指或者是手掌的大鱼剂,沿着你的胸骨,上下按擦 坚持五分钟左右 平时呢比较焦虑,心情不好,气虚的朋友 你在第一次按揉弹中穴的时候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疼 稍微的用点力,以自己感觉能承受为度 这个疼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要坚持一下 一周左右这个痛感就消失了,你会觉得整个身体的气畅通无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背上有一穴,能养血 气虚的时间长了,就成了血虚了 血虚的人脸上没有什么血色 嘴唇,舌头,指甲的颜色都比较淡 平时常有头晕眼花,失眠多梦,以及手足发麻的感觉 女性呢还会有月经量少的表现 刚刚我们讲了,气的开口是胸口的弹中穴 那么血的开口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开关 就是我们后背上的葛叔穴 它跟弹中穴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 葛叔穴是血的八卉穴 女子以血为本,因此啊女性朋友们更要用好这个穴位 养血补血,空闲的时候多去按一按 每天都能有好气色 首先葛叔穴位于我们背部第七胸椎脊凸下 旁开一点五寸左右各一个 取穴的时候我们先找到背部的肩胛骨的下角 它就跟第七脊椎的脊凸是相对应的 然后在这条水平线上找到后背正中线 再往两侧旁开两横指,就是葛叔穴了 因为葛叔穴在我们的背上 大家平时不太方便去按揉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健身锤 通过敲打的方式来刺激这个穴位 连续敲打三到五分钟为一次 葛叔穴你只要找对了位置 咱们气血不太好的人第一次锤的时候 也会感觉有一些疼痛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我们通过锤打能够不断的去激发这个穴位的经络气血 多锤几次大概呢一周左右再锤上去 你就会有一种酸酸胀胀舒适的感觉 而不是疼痛了 那刚刚我们前面的这个弹中穴啊 大家也可以拿这个小锤字轻轻的去锤打 气血乃人体之本 而且气和血是相互影响的 气能够推动血液运行同时也依赖于血的运行而通达到全身 气血和血血同时存在的现象并不少见 因此啊朋友们日常保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两个穴位都放在一起按一按 生活当中气血其实都是被我们自己一日一日消耗掉的 比如说我们不科学的节食减肥 不吃主食只吃水果就会让你越减越虚 虚的就是气血 再比如长期熬夜该睡觉的时候不睡 该起床的时候不起 这也会影响到气血的修复 所以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非常的重要 还需要你每天动起来 通过锻炼通过穴位 自己把气血慢慢的养回来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